头条开奖提到开会员咯 邀请您加入会员 加会员支持头条开奖 一起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华文新势力 所谓这个第一局打不打 前面两个部长讲的没错 这个你是飞行员执行任务 你不能说我忍了被你打下来 我们再去骂他一下 或者第二家辽机再来反击一下 是不可以的 你要没有这个授权的话 哪个军人肯干啊 我上去就注定被打 然后对不对 毫无代价的牺牲嘛 这个对军队指挥是绝对的伤害 他说自卫反制权是绝对的 因为以前我在国防部就面临过这个问题 就是说好在就是空军作战指挥部 是可以掌握到第一线的状况 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告诉这个驾驶员 闪开还是反击 那个时候驾驶员也觉得 得到上级的支持 做出适当的活动 那下面这个我们看看这个 这种行为人家来的这种行为 是不是叫挑衅啊 挑衅 挑衅的话就是希望你引发战争 就是美国最希望就是说 台南两岸有战争 有战争就变成俄乌模式了 就变成消耗中国大陆的进步 那这个关键你叫这些国防部长 空军参谋总长怎么弄呢 你的情报 如果说敌人已经准备犯台了 这个时候你先打后打 看哪个有力嘛 那人家比如船在港口集结的时候 我就打你港口嘛 至少打乱你的攻击的步骤嘛 反正是要打了嘛 或者是攻击你的机场 让你转场缓慢 没有说自现手脚 等到人家通通准备好了 把你墙脚要戳掉了 跑道也炸完了 雷拉战也打哑了 再来作战 如果说你的情报判断是 敌人没有这个要犯台的 这个准备 那你飞机来 我讲良心话 在一百里的高空 我们飞弹是拦不住的 对不对 那你要做些其他的想 我们再来想 当飞机来 飞机来 那你就知道 它明明是挑起事端嘛 那你又不想把它击落 制造更大的问题 还有办法的 像以前我在上位的时候 就看过一个学长 有一架飞机 美国的飞机 没有报它的航班的号码 我们把它当无人机处理 进入领空 它是飞弹营的军官 一按飞弹上去了 上去以后 因为你飞弹一上去 人家的飞机就有警报 要赶快表明它是美国飞机 所以赶快就叫飞弹 在空中自毁引爆 那你今天如果面对的是这种挑衅 又没有来骚扰的 你也可以来一手 我的防空飞弹在你附近爆炸 那那个驾驶员也是吓得够 他是不是转向 那我顶多说我飞弹没打中 对不对 那或者他跑了 所以这个问题是要看大局 所以台湾的情报 零不零是最关键的 所以你现在不要 把它当一个政治议题来讲 哎呀台湾国军闹了 这个不做反应 反应我是觉得要做的 不能不做 那问题是谁做啊 不能推给一个小兵或者是 这个 对不对 其实空军连队长 一直到空军作战司令部 到国防部长都要讨论 对呀 你要拿出很多相对应的反应措施 我们从小看电影 不是古时候打仗 那个大将走的挣钱挑衅如骂 对不对 那苏格亮拿那个女人衣服 给司马医看 那你都有反制的办法 不想打就是不想打 我们不愿意调起事端 那你要有相对的办法 现在严重的问题是什么 兵役问题 请问当年陈水远把兵役法说成一年 是 我们是 我就觉得没有办法了 陆军是层次最低的一个军主 就不像空军那么高技术海军 那就是战卫兵打仗的事情 我在军门四年都不敢派新兵去 一年兵不敢到海边 他没有反应跟能力 你现在他为什么美军逼得你搞后备部队搞一年 他就是配合他的非对称战法里面的民兵游击 那种概念 只要靠人数多 分散在地方 带着老不幸去打游击作战 这叫非对称作战 这个国防部长没有办法承诺 可是政治上 大家都说快要打仗了 兵役法是不是要改啊 你看嘛 他在拖 拖到什么选举过了再来讨论这个问题 事实上一年的兵力解决不了台湾的防卫问题啊 如果能解决当年不是成为变强一年我们就接受了嘛 是 对不对 我们为什么不接受 一年的兵没有用嘛 一年的兵 周休二日就去掉114天 54个举光日加起来就170天 365天剩下只有190几天 这个兵你怎么训 还要入伍 是 所以 训不出来嘛 训出来是炮灰嘛 是 所以这个东西很荒谬的 你今天可以接受一年的兵 那你当初为什么要搞木兵 对 对不对 那现在我们的战局都敞个车 假车 是 那以前我们的这个两脚步兵 一年里面能够训练得出来吗 炮兵你训练得出来 工兵你训练得出来 都不训不出来嘛 是 所以大家就把这个 这个东西啊 你害怕什么 我搞一个这个 都是没有用的东西 是吗 那问题是美国觉得有用啊 美国是用啊 你消耗打优机 打到跟苏貞昌那个配合 对于他觉得有用啊 对他有用啊 对我们没有用啊 对啊 重点是对他有用 那才是他所关注的啊 对台湾有没有用 他是不是没有在乎 真的关心台湾你出兵啊 你又不敢出 那你就是拿台湾去消耗 拿人命去消耗 我告诉你 城镇作战是世界上伤亡最大的 聂林格勒战 这死了300多万人啊 台湾难道也要这样吗 对啊 是不是 南京保卫战36万人啊 是 多么血腥而残酷啊 可是难道要台湾人来承担吗 那光是讲兵役这件事 说选完以后再说 但是现在选前不能再拖什么 抗中保台是不是这样 来施老师 现在要搞个新版的芒果干了吗 联合报有报道说 党中央就民进党啊 现在要拉台今年的选情 觉得太冷清了 所以预计在投票前夕 举办大型活动 蔡英文从国家发展的角度 要亲自号召抗中保台 你要叫他芒果干也行啊 所以要搞个新版本 来炒热选情 那到时候将会是他的压方保 压箱保 那么台湾民意基金委董事长 游盈龙倒是说 蔡英文最近民调 因为经过了多颇对岸的军演 不见起色 在内部事件干扰情况之下 抗中牌这个药效下降了 这是不争的事实 所以现在民党如果没有换药的迹象 只怕剂量越用越重啊 问题是你抗中保台的能力 吴子佳说早就已经被质疑了 来 老师 上一次用抗中保台 是有他的时间背景 也就是说有一个C5条 然后呢 一个就是香港送中这两块 然后那次是因为是全国大选 那当时还有一个人 是可以当作中共同路人 就是韩国瑜 那这次有谁呢 你看到这次不是光是KPE 他们的城市双城论坛就被打成 跟中国也眉来眼去对不对 好 OK 那所以KPE也在讲说 那我们只是跟他们客客气气的而已 你就说我是怎么样同路人 那如果是你们呢 那我们的台商那么多在那边怎么办呢 对不对 所以我讲这次就是说 他这一次要打抗中保台 还是一个地方选举 看起来是很难啦 而且你要找一个仇恨 今年仇恨值最高的就是陈时中啊 对对对 你要怎么玩这个跳 我是看不出来啦 不过我是讲说像这种兵役这个部分 其实完全是相怨媚俗 坦白讲不是站在国家安全啦 就从阿扁到现在是这个样子 那你现在应付美国 不要做给美国人看嘛 但是怎么看 我说真的啦 我们中央山脉 我们是讲说日本当时来 就是来接受台湾的时候 多久就是把地方的反抗军 都差不多打掉了嘛 全香港 OK然后战后的时候 就是国民党来的时候 有一些台共跑到中央山脉去嘛 很快耶 差不多一年内就没有了 坦白说啦 所以你要怎么样的来打游击 我是其实看不出来 其实我最担心的是什么 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我们现在的政府就 我一直在讲说 认为说国防外交两岸 是外包给美国 施老师您讲的这个话 跟吴子佳讲的很像 他说美国人要求增加兵役 我们就增加了 那抗中保台说是招牌 但是跟着美国人脚步 异步异趋 所以现在他建议外援内方 台湾应该把跟大陆关系打好 但民进党现在问题是 这方面的能力 已经被民众质疑 蔡英文根本就失败了 我不晓得民众到底 到怎么样的程度了 但是我觉得 你应付美国是可以的 真是打战的时候 一个口令一个动作吗 是这个样子吗 我们还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吗 这是我 而且如果他只是说 他们美国真的会派军队来辞员 他说你如果说真的的时候 那我们台湾也差不多了 那多数民众 台湾民众不相信 所以你看光是最近 他那个作战的想定就好 第一个你如果可以去那边建厂 德州建厂 第二个不行的话 就是说那东西 是不是你的人员150个带走 然后接着就是交土战 我们看起来说 那台湾算什么呢 他只是爱我们的台积电而已 他不爱我们台湾 也不爱台湾人 来师兄你的意见呢 我完全相信这个联合报这个消息 就是说民进党他现在为要拉台今年的选情 要推出这个新版的芒果干 这跟我打探掉的消息是差不多的 但是我必须说这就是一个过期的芒果干 然后要换新包装换新标签 这就是一个黑心食品 但是其实我也不反对他们这样做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可以注意到2020年那个时候 芒果干这招超级有用对不对 大家都跟吃了 跟打鸡血一样整个嗨起来 可是这两年下来 因为民进党喊太多次了 尤其今年又是地方选举 所以他们其实最近几个星期 其实他们已经慢慢慢慢 开在铺陈这件事情 可是他们发现好像效力起不来 所以为什么邮鱼龙会说 这个抗中牌的药效它下降了 那如果民进党不换药 那只能剂量就越用越重 那越用越重呢 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好事 因为就在医学上 我们有个东西叫做减敏疗法 就是比如说有些儿童啊 有过敏嘛 弃喘啊什么之类的 那我们就去特定它的过敏源 然后呢我们就是做皮下注射 每周就是注射低剂量的 慢慢慢慢的让它适应 提高这个抗过敏的这个能力 所以民进党你最好 在今年2022的选举 尽量尽量继续喂大家吃芒果干 那我们对芒果干的抵抗力 这个过敏性就越来越有抗力 那接下来2023年2024年 回到中央选举了 就不要再拿抗中宝台这一套来炒作 你看2020年那个时候 谁在谈政策啊 抗中宝台设置讲出来 大家都跟起当一样 对不对 然后就赢了 那2024年难道我们要再来一次吗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现在你就等他出招 我欢迎 欢迎然后因为会没效 然后等到2024再来一次 对而且我们可以抗过敏 对不对 减敏了法 我欢迎 是 所以士兄的意思是说 那就欢迎看到之后端出哪一款的芒果干 给我们尝尝好了 我讲的是类似这种 我们经济学一个边际硝烟地点 对因为它已经饱和了 到后来可能是变成负面的硝烟 对 是 所以呢 那这样子的话奇怪耶 那我也不懂 明知无效 然后还要再继续的加剂量 那就会觉得比较有效吗 拭目以待了 你真的有听说是不是 我有听说了 不过我再补充一点 我再补充一个 但是对蔡英文来说 他可能还不得不打这张牌 因为2022年的 这些县市长人选的布局 是为了蔡英文卸任后的权力结构 他有一种焦虑 所以如果2022年选不好 尤其你看这六都 都是他的人嘛 这六都如果选不好 那蔡英文会提前跛脚 那赖清德会马上反扑 我们拭目以待 海荒鲍鱼干杯XO酱 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 跟蜜质的独家配方 还有富含胶原蛋白 还有年多糖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质鲜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丰富 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 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ZPI714 享有折扣哦